2014维也纳一脉千秋中国京剧新年音乐会将于2月2日在金色大厅上演 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包九、李维康、耿其昌等人 28日亮相维也纳国会大厦新闻发布厅 向奥地利媒体及各界人士展示中国京剧艺术的魅力 这场为纪念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周信芳诞辰120周年而举办的京剧音乐会 云集了中国京剧界老中青三代优秀保演艺术家 赵宝秀、陈少云、孟广路、梅派、南淡、胡文革等也在其中 中国艺术家将与维也纳国家各剧院交响乐团合作 向维也纳观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中国京剧梅派艺术掌门人梅保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父亲当年到过欧洲、到过奥地利 但没有演出是个遗憾 希望中国京剧、梅派艺术通过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 到海外开展长期交流合作 弘扬各国的民族文化 在二日金色大厅演出中 梅保九将最后登台 A神西装领带打扮 与华山庄的八个学生一起 清唱杨贵妃、梨花送选段 梨花开、春带雨 李维康将演唱《龙凤城祥》选段 《昔日梁洪配梦光》 此次演出人员主要来自北京京剧院 还包括上海京剧院等其他演出团体 而来自北京剧院的文章